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苏真荣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路易斯维尔市中心枪击案 至少四人死亡 坑塔吉州路易斯维尔市中心的一家银行 金城发生枪击事件 至少有四人死亡 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院发言人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指出 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九人 因枪伤受伤接受治疗 其中一名警官情况危机 一次单独作案的男性枪手也已经死亡 警方称嫌疑人在银行工作 据悉 这起枪击事件 是美国今年发生的第15起大规模枪杀事件 美国环境保护署拟发布更严格的 汽车尾气排放标准 美国环境保护署计划发布 更为严格的轻型汽车排放标准 业内人士分析 新标准一旦开始实施 将在未来十年内将美国的汽车市场 果断地转向电动汽车 根据熟悉该提案的消息人士称 到2032年 新的排放标准将确保 美国所有的新车销售 64%至67%为电动汽车 FBI警告民众 不要使用公共充电站给手机充电 这种公共充电站 在机场和购物中心越来越受欢迎 但FBI表示 问题在于黑客找到了一种 通过公共站点将恶业软件 和其他软件植入手机设备的方法 民众应当使用自己的充电器 且不要使用USB供电 而是使用电源插座来供电 早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也在机网站上警告人们 不要使用USB供电设备 花旗银行分析师 原油价格可能跌破每桶80美金 花旗银行大宗商品研究全球主管埃德莫尔斯表示 即使石油输出国组织近期 想通过意外减产来支撑这一水平 油价也可能跌破每桶80美元 他表示 中国的经济复苏比预期要慢 而西方经济放缓的前景 正在削弱对石油的需求 因此原油价格可能在近期 看跌至80美元每桶 中天中望 智力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